是第一次嘛 这也是第一个走了这个代表通道 我觉得也是嘛 这个决认还是比较重大的 我觉得这个校园足球当中 小学的这个校园足球训练 应该是做的还是比较好 上海这方面我觉得做的也就很好 因为很多人在踢球 但是真正到了初中之后 慢慢的就人会减少 到了高中可能就更少 这个我觉得还是呼吁 也是从理念上观念上面吧 我觉得很多家长也会说 小孩踢什么球啊对吧 有些是家长比较抹杀 这个小孩的那种运动运动天赋 其实你要根据自己小孩的这个特点 如果说是小孩 你真的喜欢 这个运动天赋特别好 那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参加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精神吧 你肯定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更高更快更远的这种 更强的这种精神 中国你说拿了亚洲杯冠军 这不就告诉我们一个信心 就通过这些不计的努力 通过我们之身 包括一些最基本的这个团结啊 拼搏啊 包括一些激战术 我们可以去往上走 但不一定说我们拿了冠军 我们就是这个亚洲的 包括世界的顶级水平 就因为我觉得看到我们的进步 然后我们还是要往前要追赶 那追赶你可能要辅助 给别人多得多 所以这样的才能赶 才能追 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往前走